明星非常小的 初時十七星期 早晚見 現在又是星期發生的 第四星期發生 。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Natasha 來到了Megaboss,想去現在傢俱離 看看它那中有什麼優惠 又可以購購能量 然後我們就來到這Megaboss 第三樓的皇甫一號 看到下午茶RSX好流 under 超 Rest of Pain 與 have 0.02 還來看看下午茶一chter 也有什麼優惠 還有它有什麼特價點心推薦給大家 它這個優惠時段 中午及下午茶優惠時段 但中小點頂點也有折扣優惠 下午兩點至三點半點心有半價優惠 你值得吃 我們看看它的點心是多少錢 在我們開始之前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帶你們搜羅身邊有什麼 抵玩抵食抵買的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 按旁邊的鐘仔搶先看 更貼住我們最新的情報 如果想了解多些 都可以follow我們的IG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下午茶給大家看 它將點心是否值得吃 有什麼吃 下午茶優惠我們平日時間來到 它是2點至3點半供應 這個大大碗燒尾湯粉 這個蜜汁叉燒 還有玫瑰豉油雞明爐燒鴨 都是24.8元 脆皮燒腩子是28元 它只有可粉禮粉禮線選 即是沒有飯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BB架半隻26.8元 嘩有半隻賣這麼厲害 一隻五十多元 這個BB架 有些孖寶 它是32.5元 就是牛肉腸 或者松露炸蝦閣 配下面這六本的點心 隨便一本 還有這些甜品的 煎蘿蔔糕 馬蹄糕 湯丸 這些17.8元 紅油炒炒 有19.5元 然後這些 廚步 就28元 38元 有醉雞 藍菜豬肚 弱線雞腳 還有看到它這個 有個五福龍門拼盤 有這個 菜苗餃 燒賣 薑汁糕 蝦餃 和叉燒包 就38元 還有一些炒粉麵飯 都是六十多元 下午茶點心 半價的意思 其實小點半價即是13元 終點即是12.5元 大點即是20元 喔 那又 看看是否值不值得吃 半價點心 我們看看 好像這個雪山叉燒包 大點 正價是39元 特價即是19.5元 即是20元都不用 喔 又挺好玩 如果是這樣 就是 點心是有半價的下午茶時間 我們拍張點心子給大家看 逐樣逐樣說不定 有很多東西吃 這裡 它是點心才有半價 大家留意我 這些廚步這些沒有的 想要這些消美 就要叫下午茶點心子 而且我覺得這裡的環境很漂亮 除了有些背景 還有這裡有些超大幅的 這些好像 灌落地玻璃 那樣 所以這裡的環境是很通透的 好啦 那我們就點了一些點心 有下午茶的點心 還有點心子的點心 那就 來到再跟大家續樣介紹 好 哈哈 這個呢 是懷舊芝麻卷四件 哦 有四件有多好 終點是三十一元 那就是半價之後就是十五元 那它可能 都幾粗條 我們看到 它短就短了少少 但是它都夠粗的 那上面呢 有些白芝麻 加黑芝麻 那好吧 我們先試味 其實呢 吃這個芝麻卷呢 有很多食法的 有些人呢 就喜歡這樣一口咬開它 不過呢 這條呢 完全找不到它的開口位在哪裏 為什麼可以做得這麼天衣無縫呢 好 我們再找一下 再 真的找不到 讓我研究一下 我想它的做法不同了 現在已經不是以前那種爆發 是找不到它的接合點的 就這樣吃吧 那它呢 都幾好味 都是很爽口和很香的黑芝麻 凍丁丁的 好了 就來了這個叉燒米 線 和這個燒冷仔 是河粉 應該是 那它呢 那它呢 它呢 這個燒冷仔是分開相 幾怕它又是一次過相 就是 如果它浸了下去就不會吃的了 那燒冷仔呢 就是28元 那這個叉燒米線呢 是24.8元 嗯 嘗一下是 Age сказать 它呢 就真食慰的 XD 咬下去 руб 還是麻辣 的ör bur 就黑 generational 它幫助 所以它不是個半瘦 就是羽肉 但它也能做到那個 麥芝的脆 肝 很香 不會覺得很韌 然後這個燒腩仔 看上去脆皮就很脆 又要試才知道是否真的脆口 幸好沒有滲到湯裡 分開上才是對的 幸好燒腩仔也保留到脆皮 吃起來還是脆口 這個就是下午茶的點心 紅油炒手,十九個半 看上去好像不像普通雲吞 像水餃皮的雲吞 好像很好吃 兩款各有特色 不過我喜歡吃薄皮雲吞 麻麻的這些厚皮雲吞 不過看他做得很好吃 這個紅油炒手是韭菜餃 也算好吃 不過皮不算很厚 所以咬下去也很容易入口 這個韭菜餃也蠻好吃的 先吃一塊 因為我喜歡有些蔥花 所以吃起來更加香 這個就是XO醬排骨 大點$39 半價就是$20也不用 這個也蠻特別的 是XO醬蒸排骨 其他地方也是普通蒜蓉蒸排骨 這個特別有XO醬 而且也蠻大碟的 這個份量也蠻多的 這個排骨 那些排骨也蠻抵贊的 因為不是咬到軟軟軟軟軟軟的 吃下去還有咬口 還吃到肉筋肉絲的味道 所以就 覺得牠的排骨也不太厲害 這個 這個肉骨茶鮮竹捲 是頂點$45 原價 半價之後就$22.5 這個肉骨茶也是蠻特別的點心 不是其他地方吃到的 肉骨茶鮮竹捲 它是$45 很大煙 半價之後有$20多 有三條這麼粗的鮮竹捲 還有肉骨茶湯飲 我們先試鮮竹捲 看看足不足 這個肉骨茶鮮竹捲 很juicy 因為裡面一直浸著這個肉骨茶湯 所以汁了它的肉骨茶湯味 嘩,我覺得這個鮮竹捲 看看其實它有什麼材料 它是龍眼 紅棗 杞子 還有一些很香的肉骨茶湯味 待會喝完這個湯才行 好,不客氣了 加湯下去再浸一下它 還有肉骨 試一下這個肉骨茶湯 嘩,原來它真的有一點淡淡的當歸味 所以為什麼呢 這個鮮竹捲的味道 不錯不錯不錯 還有真的有肉骨的 雖然是一粒小粒的排骨 但是呢 很軟啊 我們其實夾下去的時候已經感覺到 嘩,好像煮完湯的排骨 這個肉骨 這個排骨 又來到我最喜歡吃的這個雪山叉燒包 然後呢 是 19.5元 20元也不用 3個 都幾漂亮啊 響復復的 好啦,那我們呢 就試一下這個雪山叉燒包 嘩,我最喜歡的甜品 這個是 它這個雪山皮很脆 它一咬下去全部呢 全部呢 都在那個碗裡 不過呢,甜絲絲的 都很好吃 還有這個包呢 好味之處呢 就是 它的包皮呢 就是甜的 它的餡是 鹹的 叉燒餡 所以呢 又甜又鹹 這個口感很好吃啊 跟叉燒酥一樣 兩個甜品都喜歡吃 有了 好啦,那我們埋單 下午茶時間 三人 喔,它茶位是多少錢啊 茶位是14元 一個人 其實呢,我們再有這個下午茶點心半價呢 減了差17元呢 那就是 埋單人均消費是 七十幾元 人均消費是72元 那呢,都吃了幾多東西 我們吃了六、七個點心啊 那其實七十幾元呢 對比我們 例如 出去吃茶餐廳啊 那樣都要上六、七十元啊 那現在還要七十幾元 又可以呢 這麼舒服 又可以 這裡這麼空曠的環境 又可以看到外面玻璃 外面有這麼多風景 那我覺得這裡呢 坐得都幾舒服啊 攤茶呢 都算是值得吃啊 好啦,那我們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以下留言啦 倒是那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我們的影片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影片 推廣給更加多的觀眾 大家一起欣賞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